有跨黨派立委是公開質疑 公益信託淪為財團的假公益 真投資或者是避稅的工具 為了終止亂象 立委是呼籲信託法要緊速的修法 明令公益支出比例 資訊揭露等制度 讓公益信託可以真正的回歸到公益 公益信託是為了做公益善事 拿出一筆錢成立的信託 不過跨黨派立委 需要舉行記者會 只指礙於現行法規的不足 讓公益信託成為財團假公益 真投資或是假公益真避稅的工具 相關單位卻無法可管 你不做公益就是要繳稅 沒有不做公益還可以把錢存在那裡 然後一直生錢 然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這叫什麼公益信託 這大家能接受嗎 應該要列為下個會期立法院的優先法案 盡速把這個漏洞填補 然後讓公益信託有一個最起碼的實質監督 立委引用獨立媒體的調查資料 痛批信託法核准的258個公益信託 市值超過一千兩百億 八成集中在五大財團手中 享有的免稅額優惠約兩百億元 可是累計均還總額不到六十億 年均慈善支出只有百分之零點六五 遠低於國人所得稅的最低稅率百分之五 而且公益支出中高達百分之四八點九 回流到自己成立的基金會公益團體 這些財產假如都是他收入 按照我們現行的稅率百分之二十來推顧的話 是剛剛的金額是996億的財產 那用百分之二十推算的話 大概約兩百億左右 目前用其政治勞的方式來引導 鼓勵我們的這個公益信託 能夠朝向這個總額 平年度總額大於百分之二 或是他的年度總收入 大於百分之八十任務要來賣進 公益信託有其設立的美意 不過立委認為為了避免成為財團控股 或是富人結稅的工具 呼籲信託法盡速修法 並且列為下個會期的優先法案 明定公益支出比例 資訊揭露等制度 讓公益信託 回歸公益 記得陳嘉欣 謝正寧 台北報導